受到環球經濟衰退風險增加等利淡因素影響 上半年樓市籠罩觀望氣氛 二手頻頻錄得涉釀 據統計 今年來已知住宅選手個案 如300宗 當中5宗更屬新冠肺炎 疫情爆發於兩年以來 首五大巨額貶值成交 6月截至22日 二手住宅站陸45宗選手成交 直逼5月全月的52宗水平 而今年來住宅市場站陸約306宗選手個案 當中以3月份最慘淡 全月多達80宗 事實上 今年貴重豪宅選手成交頻繁 虎踏入1月以綠竹木貶值個案 物業為原油海航集團相關人士持有的山頂12px商號洋房 實用面積達4241方尺 洋房去年輪銀主盤 今年初以3.87億元沽出 實呎91252元 比2015年買入價5.06億元貶值1.19億元 幅度近24% 其次 西半山干德道豪宅敦號高層市失聯平台特色戶 實用面積2343方尺 年約460呎空中平台 原業主容創中國 01918 董事長孫宏斌包帝孫宏斌於2018年10月7.888億元購入 當時支付30%買家印花稅 入市成本預2.45億元 今年3月以約1.38億元賣出 貶值5080萬元 單計帳面損失已屬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第二高 若連各項稅款計 估計蝕於1億元 此外 九土山雲漢二座低層特色戶 原業主移民以4950萬元連車位售出 賣方2018年以6673.9萬元一手買入 同年以380萬元購入車位 總價7053.9萬元 單計帳面以蝕2103.9萬元 蝕幅近30% 貶值金額為逆後第三高